你有公主病的女友嗎? 你知道公主病為甚麼那麼難治嗎? 今天開始我們男生要硬起來! 大家好,我們是... - 情信的朋友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公主文化深深的影響了女孩他們的表現 中途接觸了一年公主文化後 女生的表現開始會出現一些傳統女性的特質 他們喜歡安靜的玩耍,然後玩半家加久 角色扮演的遊戲 開始會覺得說對於科學數學感到擔憂 就是我不懂這些,這些本來就不是我會的 然後女生的落相可能會覺得說 我自己理科就不太好 其實偷偷講我也理科人 就是文主的是不是? 對,文主,我就文主 但現在出現了理科太太 就打破了這個既定印象 但公主文化現在也其實在迪士尼上面的話 慢慢有在改變 但是有一些政治正確 就是說公主不一定要等王子來在我 就像冰雪情緣 他們的王子沒什麼重要的感覺 你不可以嫁給一個你第一天見面的人 對,像無敵破壞王2的時候就有講到就是說 公主每一個都沒有自己爸爸媽媽 對,就是他們迪士尼自己吐槽自己家的公主 對,開始有這種梗出來 對,這個還蠻好笑的 對,我們來講到就是我們這一代人 就是還沒有開始有政治正確的這些人 對,這些女孩們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搞不好十幾年後公主病會直接消失 根治 或者會有新的病情 研究人員發現96%的女孩跟87%的男孩 都看過迪士尼公主系列電影 超過61%的女孩每週玩一次公主遊戲 就是覺得自己是公主 我有看過巨石長生跟他女兒玩公主遊戲的影片 所以巨石長生是... 對,他穿著就是那種類似 他是公主喔? 對,他跟他女兒玩... 我以為他是壞人 對... 就是因為看著大塊頭 然後穿著像金剛芭比 反差感、反三感 只有4%的男孩會想要玩公主遊戲 該研究人員的作者認為說 類似的公主文化會令女孩會覺得說 我自己不能做什麼事情 我應該要乾淨然後不願意冒險去探索任何實驗這樣子 我有點想知道 如果讓一個女孩從小就接觸男生會玩的東西 比如說男生小時候可能玩機器人 或是玩玩具打架 這個女生我從小就播這些東西給她看 想要玩這些東西 她會不會大腦中開始自己就形成說 女生就是要玩機器人打架 女生就是要玩... 你說小時候的影響會不會影響到以後的興趣嗎? 我覺得以後的發展 雖然說這個實驗可能不能成 因為你不可能觀察一個孩子的成長期 一直從幼年一直觀察到成年 她的交往階段 這個觀察期可能有點長 實驗做不起來 但是如果做得起來 我就很想知道這個結果是會怎樣 說不定會... 如果這個實驗是在製造在一個... 就是說她不會接觸到娃娃 不會接觸到任何可能公主系列的東西的話 那有可能她會喜歡上這個 但是她如果她在這個地方 就是她可以看電視看到這些東西 她會決定做她自己的喜好 她會決定說我今天比較喜歡的是那個東西 對,那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你今天給我很多賽車 或者是一些什麼槍的東西 但是我喜歡的就是別的 我喜歡就是打電動 你給我這些東西我也不會碰 她還是不喜歡 對... 所以我就蠻想知道這個結果 如果真的有人做... 她如果沒有別的選項 她可能會喜歡 因為她不知道這些東西 但她如果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平等的我都給你挑 你會挑哪一種 她看得到的話 她就不一定會喜歡她身邊的東西 對,所以才說這個實驗沒辦法做 對啊,做不了... 就是你看她會不會喜歡上這個... 她可能... 如果真的喜歡上 我覺得是她本來就喜歡了 對 而且許多家長認為培養自己的女孩要有氣質 所以從小就把自己的小孩扮成像公主一樣的 就是一定要穿碰碰裙啊 便利... 然後就很多star這樣的感覺 而且萬聖節就一堆Elsa 對... 不是萬聖節 任何節日都會有 對... 但當公主對女孩而言就是最好的選擇嗎? 根據兒童發展期刊發表說 公主這個角色對幼年的影響 會有一個性別框架效果 可能會對她往後的人生產生不良的影響 就像你剛剛前面說到說 只都給她這些東西 她可能會不會覺得說 女生就只能做這些的影響啊 美國有一間大學的學者 她做了一項研究 那些會與迪士尼公主玩的女孩 在一年之後 她的性別刻板印象會更加顯著 她們會更加希望說自己看起來更像公主一點 就是會對自己開始缺乏自信 完蛋... 可是為什麼我沒有長這麼漂亮 這樣的感覺 通常那些喜歡玩公主遊戲的女孩呢 她們就會變得不太喜歡玩那些沒有氣質的遊戲 不喜歡跟男生在那邊... 對... 不想弄髒啊 覺得沒有女性氣質 女生就是要玩搬家加酒 然後我們一起喝下午茶那就是... 對... 無聊 對... 她們也相信身為女孩意味著說 她們一生一定會遇到一些不同的機遇 就是會遇到霸道總裁啊 王子來救我 對,就是我雖然窮沒關係 可能我哪天就是會有一些有錢爸媽會來找我 對,乾爹 對,其實我是被領養的那種感覺 如果家長鼓勵柯反印象的行為的話 就會對那些小孩產生長期的影響 就是可能影響到整個人生都有 那研究人員還說這種自以為公主的女孩 對那些高挑戰性的事情比較容易放棄 將來可能會不想工作 但從小曾經在迪士尼卡工裡面的男孩 相對影響就比較正面一點點 他們研究發現說 小時候喜歡迪士尼的那些男孩 對自己的身體非常有自信 然後也比較有仁慈 而且我這樣子想 我就會有點發現 這可能跟迪士尼角色故事的背後動機 原因有關 因為男生跟女生 王子的故事通常都是冒險故事 對,一個勇者需要闖過各種難關 擊敗魔王拯救公主 但是所以對男生而言 他們的角色投射是 你必須要冒險闖關 打倒魔王成為一個成本的人 可是對於女生而言 他們的角色投射就是 我是一個等待王子來救的人 等待別人來找我的 對... 所以完全不同的... 對,影響其實蠻大的 所以現在迪士尼他們在做電影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大的變動 不再是以前的那種觀念 他們知道說好像真的對人有影響到 因此我們可以說是公主病 跟父母從小過度溺愛和保護有關 我們這邊整理了 就是10個公主病患者最常見的症狀 你可以看一下你們身邊的人 或是你們伴侶有沒有徵兆出現 第一個就是沒有金錢觀念 就是最普遍公主病連結的關鍵字 就是說沒有什麼金錢觀念 畢竟人家是公主,不知道人名所苦 之前就有調查說台灣女性都會希望 老公的收入大概有7萬左右 甚至超過 但是7萬這個數字 就是月收入7萬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中高階層的等級了 主管以上 對... 起碼就也要有三、四十歲以上 對,你又要想就是... 然後你的試婚年齡 年齡又是30左右 對 然後你又希望你的丈夫的薪資是要... 高的 對 對 就是比較矛盾 就是你希望說 你想嫁給一個跟你年紀相仿的人 你不要太老 但是你又找一個薪水那麼高的 那些人就是比較少 這有點像我在冠老闆的真材 他會說 我要應徵一個有30年工作經驗的大學生產人 對 多矛盾 對 吃大便吧 第二個就是沒有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傳統的年代 因為受限於社會結構的關係 公主他們總是需要歧視來保護 那畢竟那個時候是看拳頭的年代 女生要做這件事情有點太難了 對... 但到了現代到底有什麼困難 你是一定需要男生來做的 對 修水電自己其實好像可以做得到 對 然後... 可是這跟學校我覺得有關 那個可能以前學校什麼要搬重物 或是髒的工作 然後老師就會說 男生去做 然後女生就是... 連體育課都是不愛運動的生物 然後就只會坐在樹蔭下乘涼 對... 第三點就是沒事就想要要求小禮物 因為已經習慣了 就是不用付出努力 就可以獲得到物質上的回報 所以要是男生沒有辦法滿足這一部分的物欲需求 就會覺得說對方沒有什麼用處 你連工具人都當不好 對... 送個禮物也不行 不會這樣子 你為什麼? 但雖然覺得說偶爾互相送禮物是沒關係 就是覺得增加一些情緒 但是動不動突然跟人家要什麼名牌眼鏡包包 那些就是有點太多了 我腦海中飄出了幾個人的臉 就是男生你自己也要有一點底線 對... 也不能就是無怨無悔的一直復服 就在講你... 你自己知道就好 很好,我是不常常 再來第四點就是很喜歡問說男生愛不愛他 愛不愛我 對,嚴格來說這個行為並不滅為公主病的行為 但是其實男生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會充滿恐懼和排斥 很像在玩截炸彈 對... 要形容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說可能就是說... 寶貝你愛我嗎? 然後就除了沒事問說自己愛不愛自己以外 最常問一些詭異的問題 然後就問說你在想什麼 我告訴你 男生真的沒有在想什麼 什麼都沒有在想 我有看過一張梗圖是一個男生很懊惱坐在沙發上 然後他在想的是我的摩托車拔不動 到底是什麼問題找到原因 然後他老婆就在旁邊OS說 他一定又在想哪個女人 他又要偷吃 然後今晚要去哪一間夜店 自己內心心很多 講出來就好了好嗎? 在第五點就是愛遲到 他們除了沒有金錢觀念之外 時間觀念也沒有 約會的早上出門前最好打通電話確認 然後確認說他是要出門的 他現在狀況是怎樣 通常那些公主病的女生就說我在準備了 那個準備就是說我剛起床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去附近的早餐店 點個什麼培根蛋餅 好好享受一個早餐 然後再打一通電話 他如果說他快到了應該就是在等車 他如果說他在等車的話 那就是剛出門 往上延一步就對了 對...沒錯 但是公主是不坐公車的 對,要等人家來載 所以剛剛這個案例是好的案例了 沒那麼嚴重的病情 再來第六點就是無法自己覓食 在這個到處都是食物的現代 他們沒辦法跟自己吃飯 他們一定要有人陪 對,一定要可能找三五好友 就是自己的姐妹 到一些高檔的下午茶吃個飯 然後拍照然後偷現動 然後每餐都需要有男人幫他負責這樣子 就是男生你可以載我過去下午茶店 然後你就可以先走了 然後我等下跟我的姐妹們 享用完了下午茶之後 你再來接我就可以了 對,也不參與 對... 也不讓他參與 真可憐 對,但是如果說今天帶他去的時候 那種拍照拍不起來的 那些無聊餐廳的話 那些他們就不想去了 對 就一定要有網美餐廳好拍照 然後最好要有背板那種 有光線也要好 然後你最好也要很會拍照 對 拍不好還要被指責 怎麼這個人都拍不好 你不知道拍得好胖 對,如果沒有去那些餐廳的話 你自己也要想辦法煮得好 最好要煮到賣相好 吃得好不好 算了 對,他可能也吃不出來 對,我自己是沒有遇過王美行的公主 並女生 所以我就還好 我就沒遇過 所以各位觀眾有沒有遇過的 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的離奇的故事 再來就是第七點 打電話不看時間 就非要在你上課開會 可能睡覺 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 打電話過來 然後跟你講一些 就是他那些愚蠢的朋友 然後沒腦女生的事情 就是一些無聊的東西 你知道嗎?那個誰誰誰又怎樣怎樣 真的我不在意 對 我不想知道 我也根本不用知道 但我現在很忙 不接電話又會生氣 對,很鬧 要是你有表現出一點點不想聽的話 對,他就會說你都心不在焉 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為什麼? 就是這通電話就代表說 我不愛你了,對不對? 我就在開會 我就在忙 你就不能等我忙完 直接喪失邏輯 對 瞬間大跑,無法思考 再來地方的點 就是他身邊很多工具人 身為公主身邊帶幾個奴隸 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慘,其次變奴隸 對 以前奴隸至少就是包吃包醋 然後現在只要露個奶 就是大家搶著當工具人 我覺得整個階級是這樣 工具人是最低級 然後再來是奴隸 再來才是勞工 對,勞工下面還不是最慘的 勞工下面還有人 所以各位男生爭氣一點 我們男生硬起來了 不要養壞這些公主人 再來第九點就是愛生氣 這些公主他們最惱人的事情 就是他們一不如意 他們就開始生氣 然後事後倒楣就是那些工具人 就是什麼都是他們的錯 這我就遇過了 這個真的是很激發 再來第十點就是黏人 這項有一點點怪怪的 可是或許許多人都會抱怨說 自己的女朋友真的太黏了 我覺得這個是要看階段 因為如果你可能是在熱戀期粉紅泡泡期 你可能就會覺得黏人這件事情是感到幸福的 可是當過了粉紅泡泡期之後 你會開始覺得說你很煩了 你可以走開嗎? 我覺得還要看年紀 如果你交到一個比較小的 真的會很黏人 對,但是真的就是大家出社會 大家都有事情要做的話就比較還好 對... 沒有,你不一定的 辛苦... 那你自己遇過最公主病的人是誰? 我遇過最公主病的人是我的高中女友 因為我自己交過的女友認真的那種 我誤會的那個不算 對,認真交往的我自己算下來 我是自己同性是三任 然後第一任就是高中的女朋友 然後他真的是遇過我最公主病的一個人 對我來說最誇張的事情是看電影只做走道 他不想跟陌生人坐在旁邊 對,然後如果我忘記 或是我不小心買到非走道之位置 他那一場就不看了 可是這個可以講的嗎? 沒有 所以我說這可以跟店員講 就算跟店員講,店員讓你換 他還不想去跟店員講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情很丟臉 你為什麼要讓店員知道 我不想做靠走道的位置啊? 好啦,高中真帥 高中真不要講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對台灣的女生 有一個很嚴重的刻板印象 就是台灣的女生都會這樣 沒有,是因為他是高中生 但我自己覺得交往下來 我就會有一點主觀印象 會認為台灣的女生好像沒有辦法 像西方國家的女生來的獨立 這是我個人的主觀想法 我覺得年紀上遇到的還是有差 因為我遇到的可能... 現在遇到的可能就是20幾塊30 這些女生其實就比較獨立 對 但是如果是那種真的是大學剛畢業 那種年紀比較小的 他們習慣靠男朋友 或是習慣靠家裡 慣了他們那些人出來的 對不對 他們很常遇到的東西 對,就是我蠻想知道 有沒有觀眾朋友的伴侶 然後他已經30好幾的人 還有公主病 然後還有以上的病兆出現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真慘,超慘 各位觀眾你們有認識什麼公主病的朋友 有發生什麼有趣的故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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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